感情遇到磨合期 争吵无用 请交流 经常有这样的现象 两个感情本来很好的小情侣 在恋爱一段时间后 突然觉得很累 两个人怎么都看不顺眼 经常为了一点小事 就大吵大闹 控制不住自己 这是很多小情侣 在感情路上几乎都会遇到的问题 其实感情也像是西天取经 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才能够修成正果 两人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刚刚提到的现象 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 它叫做感情的磨合期 也可以称为瓶颈期 作家创作的时候 一开始写得很顺 但是到了后来 有一段时间 突然写不出来东西 这个时候称为创作的瓶颈期 一般这种时候 作家度过自己瓶颈期 都是采用先冷静 再慢慢分析自己是 由于什么原因 导致心理上的变化 从而写不出东西 再舒缓自己的心情 等心情调节过来了 自然就能写出好东西 情侣的磨合期 同之类似 难道作家遇到瓶颈期 摔东西 咒骂可以让他写出东西吗 还是说瓶颈回复心情 比较有用呢 情侣之间相处到也是这样 遇到了磨合期 两人切勿不可争吵 因为争吵只会带来伤害 争吵时迸出的字眼 很有可能会对对方 造成不可磨灭的伤痛 倘若还有爱在 就不能吵到天翻地覆 除非真的不打算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